5月16日,庆余年第二季开播 仅仅花了57分钟 其站内热度值变突破了3万 而27小时后更是冲到了33,636 直接摘得了鹅场热度的使惯 与此同时,庆余年二的云河市战率也已达43.9% 成为了今年首部占比超40%的巨季 凭借如此拉风的成绩 当晚庆余年二便洗涕巨王热搜 人房几时精神爽的鹅场 更是亲自下场回复了两个大字 是的 此处,作为乐子人我们可以摸摸脑补一下 淘和酷的心理阴影面颊 不过,伴随着爆开而来的却是分化的口碑 不少观众表示 庆余年二失去了第一集的全眸味 全员都成了搞笑的人 笑点又密又感 分分钟小品剧即时感 广告还多得不行 另有相当一部分观众认为 青二的清味依旧正点 特别是八九集之后 内核利益更是沧桑之上 简直不要太精彩 大家好,这位晚风 最近小伙伴们也和我一样开追 庆余年二吗 那么这一集咱们就一起来看看这部 让无数剧粉哭等五年 一开播就引发无数关注的大剧 到底如何 庆余年第一集的故事 卡在男主范贤被阎兵云从背后捅刀 生死未捕 因此范贤到底死了吗 也成为了第二集一开篇最大的悬念 最后,剧集用了整整两集 处理了范贤的假死之谜 不过怎么说呢 这个假死的方案写的确实不胜高明 虽然编剧也借男主范贤之口吐了槽 但这样的桥段放在一部大剧前两集 实在显得弱了 而这一引出的庆年二目前来看 很明显的一个缺点 开局慢热 不过非常欣喜的是 聚集到了八九集之后 有了明显的好转 例如第八集中范贤代管负责监察京中百官的监察院一处 空降到一处的范贤不仅就一筐鱼引出了对整个一处的整改 更直接拿简术色的戴公公开的刀 而只有串起第三集中极其令人痛心的老金头之死 当范贤突然问戴公公还记得老金头吗 戴公公竟一整个张儿和尚摸不着头脑 老金头因为戴公公作恶 失了女儿丢了性命 但戴公公却早就忘了她是谁 由此可见戴公公势强凌弱 欺男霸女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 此处有一段很有想法的镜头表达 范贤再次经过暴月楼时 变成黑白色的老金头却突然出现了 不过这次她没有受伤 而是和范贤一想 开心的离开了 若是世道清明 老金头就不会丧命 作为所有被碾压的底层小人物的缩影 卖菜翁老金头就如第一集的 护卫藤子经一样 具象化了范贤乃是观众对不公 特权的感受与认知 而当范贤说出那句 这王法若总见不着 谁还信呢 庆儿不甘仅仅局限于 金手指南宾爽门的决心 就更一目了然了 作为一位穿越者 范贤在古代社会与现代理念中 不断拉扯 不断选择 是独善其身 还是舍生未到 这其实是非常严肃的 涉及人生乃至价值观的问题 所以 编导们选择了用喜剧元素 去消解这份沉重与严肃 这点我个人是非常理解 因为如果让我去做 我肯定也会做同样的选择 不过 关于喜剧度的把握 还是应该加强 特别是不能影响剧集的基调 或托慢整体的节奏 第一集中 当范贤看到母亲留下的石碑 赞同的同时 更认为其内容过于理想主义 过于超越现实 但在第二集中 当家宴时被驳斥 又亲眼目睹了 无数小人物的悲剧后 范贤却第一时间 跑回了监察院门口 去擦拭石碑上的碑吻 过而从第二集的范贤身上 我们所看到的 除了精明洒脱 更多的则是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虽千万人无往已的 赤诚与坚持 不管是第九集中 邓紫月对范贤说出的 世间多不公 以血引雷霆 还是第十集的范贤朝堂社局 借刀杀人 这些情节之所以能够引起 巨大的讨论与共鸣 很大程度上 正是因为观众对这份赤子之心的 共情与肯定 第二集相比来说呢 跟第一集来说的话 之前就是斩断退路 这个退路就是所谓的 他原来的那个理性 出事 自己过得好就好 他不再会因为一个人有趣 就去跟一个人决定说 我跟你是很亲近的 还有是因为说 你真正怎么看待 这个世界上的众生 是变成范贤 非常重要的一个 评价别人的标准 有一说一 就现在的环境 想聊点严肃认真的东西 真的是越来越难 一切都在被无底线的娱乐化 所以七二剧组真的是很走心 还愿意去触及一些 阳春白雪的信念与理想 去挖掘爽文背后 一些不那么爽的 甚至是让人痛的东西 就像老金头及其女儿的死 再又像范贤那句 道尽人情世故 让人不得不感慨的 做好人守底线 最好先有个靠山 这些表达 特别是在国剧中 都是相当难得的 整体来看 七二的开篇 节奏和喜剧把握 虽然存在一些问题 但其实在剧集主线 与容物塑造上相当靠谱 其实做水准 与演员的整体表现 也是毫无疑问的上乘 所以晚风我认为 庆二的后续会很稳 我也很看好庆二的表现 当然 我自己也会开心追剧的 好了 这一期关于《青云年2》 我们就聊到这了 欢迎看过剧小伙伴们 在淡漫评论区 分享你的看法 与观众感受 你觉得庆二好看吗 是否不负期待呢 你有最喜欢剧中的 哪些情节呢 我们一起讨论 也给还没开吹的小伙伴们 做个更真实的参考吧 我是晚风 我们下期见